Hello 各位同學 大家好 又是我 DSE 數學聯盟 早前收到的同學發出這個問題問我 有個這樣的圖 就是要找回這個角度 X 到底是多少 這條數其實是不深的 但相信都是人心必經階段 當你學校教書 學校的進度教到 Cos formula 那一課的時候 功課中僅有一條是類似的 一個挺經典的類型的問題 所以想拍片 除了解答各位同學之外 也拍片解答給其他同學 也看一看可以做一個參考 這條數主要有兩個方法 你可以用Cos formula 亦可以用Sci formula 兩個方法我都會試給大家看 方法一 如果我們要用Cos formula 我們可以怎樣做呢 我們可以在這個位置 中間對角線這個位置 連一條線給它 自己補進去 這條線我們叫它為Y 單位那些我們不在乎 因為這條數本身是一條MC 我就不在乎單位了 你看著現在這條紅色筆這條線 就把整個圖形分了 左邊右邊兩個三個型 先用一次Cos formula 即是拿著這條角做的Cos theta Cos 66度 會等於這兩條夾邊 7和7 所以就是7的2次 加7的2次 減對面的Y2次 66對面是Y 再除回分母是2乘7 再乘7 OK 基本上因為你拿完 即即是捲1的題目也好 你寫下了一條公式之後 拿了一個M分 其實你可以在計算機內按 就不用再展示任何步驟給它 所以這裏我都直接按 Cos 66度 乘2乘7乘7 再選7Squ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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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按到負數正常的 乘回負1 再開方 好了 這條Y就會是7點多那麼長 這條Y 好 所以Y就會等於7.6249 46 49那麼長 OK 那我們盡量抄多幾個單位 好 然後當你有了Y之後 因為Y這條邊其實是兩個三角形的公共邊 大家都有的 這條紅色這條Y 所以你可以把這條Y的數值 是用在左邊這個三角形這裡的 於是乎我們這次拿那個X做Cos Vita 那隻Vita 在這裏用距離做三條邊 齊了 那我們就可以用第二次的Cos formula 找到一個X 所以就會是Cos X 等於 6的二次加5的二次 再減回Y的二次 除2乘6 再乘5 OK 整件事都是那句 在計數機裡面可以按 不可以的了 那即是說 6的二次加5的二次 再減回Y的二次 再減回Y的二次 然後再減回Y的二次 你便會計到這隻我們要找的X 其實就是87.3度 好,這裏能否跟到呢 如果跟到的話 基本上這條問題就完成了 答案就是87.3 好了,但因為這次這條題目比較特殊 其實右邊的三個型是一個等邊三個型 所以變成你用180度減走66度 其實這兩隻角你是會找到的 也正正是因為這樣 這條數其實我們有第二條路可以走的 我們大可以不用cos formula 用sign formula 也是可以做到的 我們又一起示範一下 方法二 好了,180度減走66 因為等腰 我們先記下 等腰的 所以我們便會找到這兩隻 紅色筆的底角 好,先按一下 180再減回66 除2 你便會計到這兩隻角都是57度 好了,算到57度又如何呢? 我們去找y的位置 OK,就不一定用cos formula 我們可以用這隻57對著這個7 抱歉,剛才說錯了 57對著7 和y對著66 我們用sign formula便可以解決 y over sin 66度等於7 over sin 57度 好了,接著把sign66 整個對面就可以了 7除以sign57度 再乘回sign66度 好了,一按 你同樣地都會找到y等於7.62494649 那麽多個cm OK 好了,接著有了這個y的時候 接著你就可以和剛才方法一 第二步一樣了 你有了這個y的時候 在這裏用cos formula便可以解決 所以找y的位置是有兩個方法的 但是兩個都要認識 因為這個其實真心不難 但是是一條幾經典的題目 因爲在教科書裏面 即是教到這個chapter的時候 僅有一兩條數是要你做這個形狀的數 所以都可以留意一下 未教的同學都可以先確定 不難的,打開本教科書自己避課避回這兩條公式 基本上你就立即聽得懂我說什麽了 OK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有數不懂都可以隨時發過來問我 只要是inc core 裡面inc的數 都會一定一定 一定是答到的 但是有些同學生 有時發一些歐斯過來 其實都會考起我的 所以如果歐斯的話 就盡答 但也未必一定答到 但inc的話就會盡力幫大家的一定 就是這樣 好,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